大家好,本作品为《巨触碰感测光字之可饶式自动黑板机》 我们探讨的问题为 上课时黑板的两侧会有反光,使学生无法看清黑板内容 擦拭黑板会减少教学的时间 要同时兼顾黑板的版书书写与多媒体的投影 解决方案为,上课时版书的内容可以进行左右移动 使两侧同学不会受到影响 设计版插机构进行自动插拭以节省时间 将黑板与投影布幕进行结合,使老师的上课可以更加多元 目前市面上较常使用的为两种 第一种为电动黑板插拭机 可以左右水平移动进行插拭 第二种为真空式吸尘板插 可以以真空吸力的方式吸出分比回 自动黑板机的架构可分为 板插机构、饶性黑板、集成机构以及控制元件 劳性黑板机的结构为 驱动滚轮、支撑板、劳性皮带、黑板机马达、触控板、石龟皮带、舵轮、石龟皮带轮、光兵马器 而振动式黑板插拭机构 由偏心凸轮、连杆、纠尾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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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龟皮带组成 我们将黑板设计为可饶式黑板 以尼龙编制而成 增加抗拉强度 板插设计成斜巢式板插 斜巢可以引导本笔灰的落下 本作品特色为 驱动滚轮压花设计 提供饶性黑板自动对阵中心 石龟皮带辅助 使劳心黑板永不打滑 振动式黑板设计提升了擦拭的效果 自动化系统由 Arduino控制器 自动器 自动化机构 感测器 以及APP人机界面组成 我们自制的触碰感测器 是利用电流分压原理 将电压讯号传至Arduino A0 其原理是检测不同的电压进行分段 P1为5不特 P2为2不特 P3为1不特 光学编码器为两向式 A向及B向线 连接至UNO版的中段角为 Pin2及Pin3 DC马达的正反转控制 是以两个寄电器来控制马达的正反转 具有急煞的功能 绝对值定位控制 是利用定位值与光编码器的现行值进行比较 其程序为 饶性黑板机定位控制 载入定位值 判断是否为原点 若不是将进行复归 如果是原点 黑板机将正转运行 读入光学编码器技术讯号 定位值到否 若否黑板机将继续正转运行 若已绕 黑板机将正转停止 手机可进行蓝牙配对 操作极为容易 只需选取链件或是中段链件 可以进行传值的测试 也可按钮操作 使用黑板时 黑板将进行定位 选取布木时 投影布木将进行定位 也可 进行光编码器的现行值监视 功能实际测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要操作P2 接下來我們要測試P3 我們現在要顯示黑板 我們現在要顯示布木 影片結束,感謝大家的觀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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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